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 Hello 健師傅 我們又來了 Hello 大家好 今集又說一下你去旅行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靈異事件 可以分享一下嗎 是 沒錯 Apple 今次是說我是回到香港 那時我是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剛回到香港 我對一些物物古蹟很有興趣 其實我去了馬六甲兩次 第一次是工作 第二次是自己一個人 真的去看那些古蹟 即是去旅行 沒錯 一個人 因為有時候你也知道 約朋友 朋友未必有空 未必有空 人家要工作 我自己就自己去 免得約 當時我也是經旅行團 就預訂自由行機票 酒店 我預訂了 去了一個地方叫馬六甲 大家都知道是馬來西亞 馬六甲當晚 是的 那個位置是很郊區的 不是一個城市 我那天晚上就 大約黃昏的時候 就check in了一間酒店 那間是預先預訂了 那間酒店我相信 不要說名 但我相信大家有去過馬六甲 都可能應該知道哪間 那間都是一間很悠久的酒店 而那間酒店也很特別 就是你望進去 就是中間穿了一個洞 就是從外面就已經可以 旺到酒店裏面的Lobby 那個Lobby就是打開門 又沒有玻璃抹茶 什麼都沒有的 中空的 即是酒店的樣子是一個人的樣子 人的樣子? 不是 不是 它是一個口的 類似我們現在政府有一個部門 那個大樓那樣 中間就通了一個洞 OK 中間Lobby那裡就做得很漂亮 我不記得是有一個噴水池 還是一些花花草草的花園 旁邊有些小椅子擺在那裡 那天太陽未下山 我就check in了 很累 因為那裡是坐了長程車 去到中間 我記得是夏天來的 check in了 一進去 日後都已經發生了? 還未發生 夜晚 是的 但是我進去 會的 去到那個是 你們經常說美房 是嗎? 那我就不要去 去住頭房美房那些不可以住 果然厲害 入門一定要敲門 是嗎? OK 我們進去裡面 我自己進去那裡 我就發覺推門很焗 頭已經很暈 你沒有敲門? 沒有 不信這些 你知道我是教徒 我不信這些 雖然我去算命 出去看風水幫客 但是我是不信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神 你相信有神宅一定有鬼 但是我就不會專程做一件事 我敲門 我現在通知你 我不覺得 我覺得人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兩個空間比較重 就是偶然事發生 沒有理由 一個空間就是我們人的空間 你明白嗎? OK 我沒有可能 我自己吃飯 我多放一塊碗碟在那裡 不會的 我沒有敲道 我直接進去裡面 沒有窗的 這就是它的原因 我想是焗的原因 再加上美房 因為它沒有窗 沒有陽光 沒有空氣 開了一個冷氣 好像沒有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 酒店會沒有窗嗎? 沒有窗 它是地下那層 地下那層 進去裡面就已經覺得很暈 我不管了 一天太累了 我洗澡便睡覺了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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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應該睡到差不多 被電視吵醒 你那時候開了電視 我睡覺怎會開電視呢? 那吵醒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電視會開? 於是我用電視控制 關掉了 再睡覺 因為有時有些 可能你卡到的按鈕 或者因為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電視無緣無故自己開自己關 很害怕 其實大家不需要那麼擔心 因為我們用一個科學角度來看 電視很多時候 我們的電視控制 來來去到那幾個大牌子 旁邊那幾個房間 可能他們的波率 是用回同一個 那幾個頻率 但都不會的 隔壁房間 和這個房間 怎會 我這樣想 不要每次都那麼害怕 我不管了 因為我真的累 我就繼續睡 關掉它繼續睡 那我就睡了 頭天好暈 又再開 那這次還大聲了 聽到電視的聲音 直接把我吵醒 那我就覺得 為甚麼會這樣 我不管了 拿著電視控制 拔掉電視機 那個 那開不著 是嗎 不管了 關掉它又再睡 再睡 再睡 我想是一段時間 當我想睡著 又來了 又吵醒了 這次是怎樣 那時還在用電視機箱 電視機箱 不是現在的 液晶體的LCD螢幕 我在那裏 又吵著 這次是雪花 即是舞台那些 雪花那些 傻傻傻的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會這樣吵著呢 不理了 真的好煩 那時我已經吵著 我不理了 我就找了 插素在哪裏 我就拔掉插素 我覺得你很大膽 這樣的事 你應該很鎮定 還要去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想 你電視著而已 是電視著而已 你不可以證明甚麼 你覺得我很害怕 因為我太累了 而且我開始有點吵 我開始拔掉插素 當我拔掉插素之後 我打算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再去睡 再去睡 電視機又開了 那一刻我就開始怯了 為甚麼呢 我坐在那裏 現在說到無管都不 真的說真的 我便覺得 為甚麼會開啟的呢 我拔掉插素 我拔掉插素 濕電插素 我拔掉插素 為甚麼會開啟呢 我想想想 不是很對路 那一刻我便發覺 可能有些問題 我就不理了 我便自己走出房 當時已經是凌晨 兩時鐘 我便去接收 接收 接收 當時好像是一名的 有一個是馬拉人 他問我甚麼事 我便說你有沒有另一間房間可以換給我 他便說沒有了 爆了 真的是你那間 那沒辦法 因為已經凌晨 即使他換 我翌日早上 便要去另一道去看東西 另一個攤 變了睡了幾個小時 算了 我便在想 我不進房間了 那我不如在中空的那個 那裡 那裡 在外面看了 那裡坐在那裡 起碼那裡 有個聚會 我有甚麼事可以大聲地喊 我便這樣想 那便沒辦法 死定了 直接躺在椅子上 結果第二天 便有很多蚊 整身都是蚊 這就是那時的經歷 我真的害怕 我真的覺得 你那一刻很大膽 當時沒有想到 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 請回到這個網址 HK026 拜拜